最近行場,大家應該都會看到Intel 11代CPU Notebook已經開始賣 其中一個特色就是Iris HD Graphics的內建顯示 我之前就在Razer Blaze Dev 13上試過 它的表現竟然追得上Desktop Ryzen 5 Pro 4650G 那是否代表隨便買一部11代CPU Notebook就可以打到機器呢 細事當然不會那麼簡單 上部Notebook有基本遊戲性,大家有幾點都要留意 第一就是Intel 11代CPU的Iris HD Graphics其實都有規格細分 Core i7會有96組EU,而Core i5會有80組EU 我上次試的Razer Blaze Dev 13會用較強的Core i7 Core i7和Core i5又會相差多遠呢 在3DMark的成績就告訴我們,它們大約就相差25%左右 所以普遍的Core i5其實只是僅僅應付1080P 60水平的遊戲 第二點就是要留意一下RAM的規格 除了容量之外,單通道和雙通道都會影響iGPU在遊戲上的表現 除此之外,大家細心一點留意一下11代機的規格 你就會發現有些機會用3200RAM,有些機會用4200RAM 有常識都知道4200RAM一定比3200RAM快 那是否代表跟著4200RAM來買就一定沒有死呢? 如果你是這樣想,你就有機會可能鑄成大錯 那因為4200RAM是LPDDR4X 它好處是高速和大部分都包含雙通道的規格 但致命箱就是看了到板上,完全無法升級 看看有些機的規格,只配備8GB的話,那就真是恭喜你了 相反,3200RAM是傳統DDR4的EXODIMM 基本上主機板上有預留槽位的話,理論上就可以升級 那我們看看3DMark的成績 雙通道DDR4-4267和DDR4-3200RAM 成績大約有8-10%的差異 但如果換成單通道DDR4-3200的話 成績比雙通道就會分別下跌25%和56% 所以雙通道比重會高於RAM的速度 而單通道情況容許下,也可以加RAM變回雙通道 既然知道IRIS XE Graphics的效能有差不多 為何有些機器還要把GeForce MX330顯示卡 而效能相對AMD Ryzen Mobile的CPU又會如何呢? 我們看看3DMark的成績就會發現,IRIS XE Graphics 在有雙通道條件下 基本上分數已經領先Ryzen 74700U和GeForce MX330 不過大家先不要這麼開心,因為遊戲環境始終是NVIDIA和AMD的天下 這點可以參考GTA5的遊戲表現 是1920x1080的解像度和低畫質設定 Core i5的IRIS XE Graphics就算有最好的條件 都只有50鬆一點FPS Ryzen 74700U的表現就會比Core i5高一點 但GeForce MX330就肯定平均有60FPS或以上 由此可見,IRIS XE Graphics的遊戲表現 是可以追近到AMD Ryzen 4000Mobile的CPU 但跟GeForce MX330始終都有一些距離 來總結,Intel 11代CPU的IRIS XE Graphics效能 相對舊代來說的確有很大的進步 雖然效能不至於挑戰到GeForce MX330這類低階顯示卡的地位 但總算算是玩到遊戲 而且IRIS XE Graphics也有獨特之處 就是VRAM可以隨著系統記憶體容量去改變 這點相對AMD Ryzen Notebook 很多時都會限死VRAM 來限制iGPU效能來說,絕對是得正 至於買機的提示,大家記得留意VRAM的規格 如果只有100GB,又不能升級的話 我建議你選擇第二部吧